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姑娘 这位姑娘是个话匣子 得找一个能控制的开关 我觉得这开关可能就得是小伙子 谁能控制了她说话的节奏 速度和内容就赢了 来 掌声有请姑娘 男动性的要你我愿意 马上给她回家去 小伙子在放肆没什么用了 让她是个性我不是小型 不准当努力对就感觉到 为我准备好想要交代小男动物 赶来连回家放手看到男动物 就是我的暴雨天 就是你的暴雨帽 我要长得当年才来陪我一杯 我相信爱努力爱期待爱 我想跟你谈恋爱 哇 哇 哦 哦 大家好 我是李嘉宁 我来自辽宁沈阳 今年29岁 我的爱情宣言是 性格活泼 画贼多 随时都有怼你的歌 好 就是 那个十五号官帅是想说啥 我想问一下他上来这咖啪就给我粘 这啥玩意 都给谁粘了吧 来 举手 二号车会信你转过来 我们看看这是啥 他二 我三 我这是一道杠 是我 我三道杠 那你分析是啥呢 我感觉我是大队长 他是宗队长 他是小队长 不知道这哥俩疯的 我得这玩意得这轮 先查一嘛 一是大队长 再不就啥呢 他能说 他也能说 我比他俩还能说 你们开心就好 哎呀 这个解释 这解释这跟没解释不一样吗 啥意思没明白 我不是其实给你留点悬念嘛 那么早知道了 还有意思吗 对不 现在不能揭晓是吗 对对对 那好 大家看一下 十六个小伙子 对谁感觉最好 选一中人 好 来看一下姑娘第一个短片 金融行业 金分双子座 29岁 奔山的年纪 为理财 懂投资 有存款 偶尔去寻找 适合远方 一年中 永远在减肥的路上 喜欢做饭 可以不好吃 但必须得好看 我是李嘉宁 一个地地道道的沈阳姑娘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 那就是 化脑 你别管是保洁大爷 还是通缅里的大妈 大爷 离你近点 那一元开多少钱呢 你这 2200那不错呀 我就是看见一只狗 我都跟他得巴一天 哎 你不是日本那个网红狗吗 干啥来了 咱跑东北来了呢 他在沈阳故宫闻前 是不是没 怎么的 我们东北姑娘 不得你们日本的姑娘呗 是不是 看我来 看我看我 别看别人 就看我 你的目光锁定我 别看我 牙少两颗 但颗绝对不能少 从小就是一个 特别能白乎的人 所以老师给我安排 在一个特别内向的人一做 结果经过一个学习 他妈感激地握着我妈的手说 感谢你家李嘉宁 把我家饭金活带得这么开了 饭金活你还记得这个事吗 我还有一个外号 叫李怼怼 朋友都说我是怼天怼地 怼空气的杠精 我看节目 台上也有几个杠心小干部啊 一道杠小队长是那阶层大夫 两道杠中队长是那死亡小脚骨 三道杠大队长那就是棺串杠精本精的 狭路相逢勇者胜 三位好汉多多担待了 对于另一半呢 我不喜欢小瑶子那种类型的 像三号死亡小脚骨 我就结束无聊 我希望另一半是一个显力骨 我更羡慕鲍贝尔和他老婆的那种 从无到有的爱情故事 我希望遇到那个让我一见倾心 二见钟情 三见偷我心的那个他 我在中间你在哪儿 哎不对 我在中间 你来呀 你来呀 十十十号国心 不是美女你啥阳光啊 你咋能把我和观色 还有那谁吃个星话一等号 委屈你了 不是我我我我谈我多文静啊 话我都不说几句 你这不是正在说吗 你给我体验这玩意 我不说能行吗 要不你咋是一道杠呢 他俩咋是二三道杠呢 不有不有 批我能说呢吗 谁呀 你举个例子 大圣不批我还能说吗 你还没给他慌啊 他现在不一句话没说呢吗 你不都抢好一句了吗 你都要盖过我了 你还不能说吗 这以后过去的 还有没有说话权一人 在我说的比较 就慷慨激昂 比较激动 比较尽兴的时候 你就不要打扰我 但是我就是说完了以后 你可以发表你的言论 这个你啥时候说 你跟狗东闹一天就 我等你吃完我都饿死了 你还行啊 你跟郭欣你还能俩 你俩还能闹着 你到这头三道杠这 你还能跟他 能有你聊的空间不错了 首先姐我想说两句话 我希望你台下 你能给我买的帕迪秀 因为你这 你在后边是别人 你没给我别人 你两边就要给我交的 刚才我试图的 我才就交嘎巴端上了 刚说明他 专属于你 调不了了 就是你的印记 过期一个是咋的 我希望你能陪我件衣服 你给我站在那边 然后心里话 你我一从短片看 你也不是什么好话 这是三道杠是什么 杠精 杠精本精 杠精本精 啥意思 就是杠精还成精了 其实我说心里话 你找我这样真行 你说就是两口子 这个东西是互补的 就是互补我是正补 咱们正补呗 你也能说我也能说 咱俩就都能说 你说你也说 我念不得像国心一致的 你说你给他沾的 一个玩意都没用 我想智商 人家不要我智商 咱俩还能沉沉沉沉沉 我因为我才发现 认为不要你智商 你给我灭等的 我说我你 这没我说话权利了都 那你不能再争取一下吗 你咋这么软弱呢 不是 我张了三个嘴 你都没想说出话了呀 国心已经能预料到 结婚之后 他的下场了是吗 那不是吧 那孩子又有孩子话 就问他妈 那叔叔谁呀 一天不是真意 我拿上了 好 来 三号 陈国庆 什么叫小瑶子 这小瑶子呢 我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小瑶子的标配 你们怎么理解 我先听听你们怎么理解 小瑶子这个事 小瑶子 我都没听过这个词 我感觉 小瑶子就是 酒吧摇头的时候小瑶子 酒吧摇头的 这还能刮了到我 二号 陈远达 因为我在酒吧工作 所以说我知道这个小瑶子 而且我去沈阳演过厨 沈阳那小瑶子 就是他们十二点之前是演艺 我们演出 然后十二点之后就开始蹦第一 然后这帮小瑶子 他们只在十二点之后来 来了也不喝酒 什么也不买 到那会儿就是摇 免费蹦 小瑶子 就这个意思 然后一般小瑶子的装扮 就是 一般小瑶子的装扮 就非常简单 你给我留点空间呗 你都说完了 我说啥呀 你接着说 对 你这么抢我画呢 我这个好像散刀盖搬错了 我应该给二号 我帮你解释一下 没别的意思 你看这画了 我都不能接受 别人比他说得多 对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小瑶子的标配 就是小瑶子一般 得有一个标准的那种锅盖头 齐柳海的 知道吗 其次他得带一大支链子 其次得有一个那种 黑色或者是白色 为主的一个紧身的梯 然后上面的 你得有明显的标志 什么阿玛尼 瓦萨之 什么 然后呢 还得有一个闪亮亮的裤腰带 一般以H头 G头为主 大一个就是 你得有一个紧身裤 然后那个小脚的 然后得露出死亡小脚盖 然后还得有一双痘痘鞋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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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为你而准备的 哎呀 然后还有就是你得拎一个 黑色棕色的那种手包 手包上也要有大型的标准 然后一般都是假的 对 但是一定要范儿到位 一定要强调都是假的 对 拎的真的都不是小瑶子 对 拎真的那都是尾瑶子 都是什么 尾瑶子 对啥呢 假瑶子那都是 真瑶子都得是山寨户 拎真的还不能成为瑶子 对 叫瑶子 对 然后呢 然后还得有文身 哎呀 然后一年四届还得闲热 冬天的穿着一般是 叼里头夹个半截胸 夏天直接半截胸 你对这类人群这么掌握呢 就是 你是做过调查吗 不是 就是因为我吧 因为我从来不去夜场 不去酒吧啥的 但是我对于这个小瑶子 和这些着装的了解 一般都是这些认知啊 一般都是在这个朋友圈 就比如说朋友圈谁去了 一般不都好显摆显摆吗 对不 然后就发一个小视频呢 然后一个图片呢 上酒吧是吗 对 上酒吧 就是刚才二号说 夜场 对夜场 对 一会儿你可以接着手 而且成员达说了 说12点之前花钱的时候都不去 12点之后免费的嘎嘎进去了 对 因为小瑶子 真的小瑶子 她是没啥钱 她也没有啥正经的工作 那你是喜欢小瑶子还是不喜欢 不喜欢接受不了 还有一个就标准 她是得瘦的跟那个猴似的 国庆 这是国庆了 那14号 三号真是没用美窑的 三号 不去就吧 你不去就吧 我不去 那你这事装扮都白瞎了 你看 我经常我在这个舞台上说吧 我说有很多女孩觉得自己穿的可美了 但你一定要问问男生 人男生觉得你美不美 同样的道理 就有很多男生穿那种瘦腿的 瘦了巴急的那种紧腿裤 然后露小脚脖穿小兜着鞋 就你觉得你可美了 你一定要问一下女生你美不美 你帅不帅 这不介绍你刚听不听见 这姑娘咋说的 是 问问她美不 但是你行啊 就这玩意了 但是我只是不喜欢 那个三号的那个着装 但是你这人我已经挺喜欢 性格挺好的 来 第二个短片继续了解 但会改变吗 也许不会 成年人的心酸 是假装自己过得很快的 那个深夜里不开异计的灵魂 在天亮后被重新塞进皮囊 留给外人的 会好过一点 大概 我就是这样一个中年孤瓜老人吧 一度认为 自己这辈子会一个人孤独终老 朋友的开导 也让我对婚姻产生了向往 真的挺羡慕那种 陪一个男人重始至终的 但又缺乏信心 这次上全程热恋 是我在三十月之前 做的最勇敢的举动 就像燕子姐歌里唱的一样 相信爱 努力爱 期待爱 台上的16个男嘉宾 你想和我谈恋爱吗 怎么看这个短片觉得好有点心酸呢 29岁就是这个 好像恋爱谈不起 对 因为我觉得可能年龄摆在这儿了吧 就是有很多可能 就是我这个同龄的 或者比我大一点的 我觉得比较合适的 可能人家都已经结婚了 可能孩子都有了 如果我觉得我现在 如果是二十出头的这个年纪的话 我觉得我陪着他 我们一点点的打拼 然后从什么都没有 然后到有房有车有存款有孩子 然后我们一起孝顺父母 一起实现我们想完成的一些事情 但是你不可能再回到那个年纪了 现在就在想你29岁 该想的事情 对 所以说现在对于我这个年纪来说 可能我要比以前要现实一些 大家也不要怪我们这个岁数的女人太物质 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年龄和这个经历 经历的这些事 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 我觉得是在之前的感情当中受伤了 来 6号 王友财 那个老妹 哥就支持你一下 其实你应该有自信 你知不知道 因为爱情这东西吧 像燕子姐说了 是越催越勇 真是 就是没有说 就是我怎么拔不出来这段感情啊 就是其实你很好找 真的 你有自信 你才29 你最好找了 因为你要是有 拼你岁小的呢 相容你了呢 你算中奖了 拼你岁大的找你了呢 要是对你好 你也算中奖了 你像哥 你说我都离异了 然后我还有个孩子呢 你说我还挺自信 我上这来了呢 你不比我强吗 起码说你也没带孩子 就是把你长得好看 我估计是以后 有的是能相中你的 起码说 我就看你行挺好 真的 我就支持你一下子 但是我这 那个带孩子 我也不能脱领你 真的 你像你跟那个狗说话 我能理解你心情 原来我就跟猫驴说话 真的 就是咱俩都是 我老忘不了猫驴了 你这整 就是猫驴 就是你跟狗说啥意思 你说 你跟人说吧 有些人吧 就是你俩之间交流吧 你怕有时默不开 但是你跟狗能真心说话 你说当时我跟他处 你说处得多好 他为啥给我奔了你 你说狗狗你能不能 给我咋的事 狗一点头 说是怎么回事 完了你就对劲了 是不是要屁人抢 我感觉 对 我觉得你说挺对 对 我有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就是 不一定是对着谁发现 你知道吧 就是可能对着一个毛绒玩具 我也能跟他说半天 最后的结果不是让他来告诉我 我应该怎么做 我可能就是自己给自己说通了 对 我觉得你这个理解挺到位 我觉得他就是挺正能量的一个人 对 三观比较正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向他学习 我觉得他非常好 主要你得向他学习 对 是不是 对 对 现在是16个 16盏灯都灭了 12号大白羊有话要说是吗 因为我今年正好29岁 不要感觉说压力特别大 无论说咱们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看了一句话特别适合我 同时今天我也想送给你 你要相信未来陪你 一起共度白头的那个人 他也在这个不远的地方等着你 火增 down 他的接触 我想需要 他的情报 你要知道 是i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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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UGHTER Esi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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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i Motors avoir mudu Para为你说 sorry okay 再重新入口相依陪伴 总希望爱上你